如果大人允许的话 我愿意一辈子 只做 感觉到了吗 昆期待地看着子 有风 子羡慕地看着哥哥 屠山井笑了 好好好 昆儿真不错 香昆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开心不已 等孩子们都睡下 屠山井走进屋子 小妖正站在青丝玄鸟的龙边 用手一点一点地撕着肉干 喂着玄鸟 井站到小妖身后 依然像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 伸手从后边搂着小妖的腰 低下头 把脸轻轻贴到她温软的脸颊边 她的呼吸有着林间松叶般的味道 轻轻浮在小妖脸上 让她感到一如往昔般的欢喜 井 小妖看着龙中的玄鸟 玄鸟正添着脑袋看着她 嗯 井卫闭着眼 没有说话 隔着薄薄的衣衫 小妖能感觉到她的体温 如三月微阳一般温暖 井 你觉得她们能捉到脚吗 那要看是不是真的有脚 井搂着小妖 一动也没动 啊 小妖有些惊讶 扭头道 你觉得没有吗 这个院 我见过 井不紧不慢地说 嘴唇却深入小妖浓密的发丝 清洗到小妖耳畔 如稀石花露般 轻轻吻着 啊 小妖吃惊 又偏着头咯咯咯笑道 好了井 养 听着井越来越粗重地呼吸 小妖不得不推开她 对着灯光看着她的脸 你 你认识这个院 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小妖有点好奇 井 她是谁 涂山井慢慢地说道 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当时 我在青秋 正位着与防风异应的婚事恼火 一日 鬼方式的墨西上门求见 她说自家夫人有个远房亲戚 自幼有吉 已寻遍五周与中原 仍无法医治 想着涂山市的生意遍布大荒 有着最为广阔的交往与人脉 便想来碰碰运气 看是否能通过涂山市 找到救治的法子 我跟墨西去偏听见她 她坐在那里 手靴四腾 脸色惨白如临死期 不停地咯也不停地喘 靠几个奴仆扶着才不知跌倒 我 就是在那时见过她一面 因为是墨西亲自登门相求 我不敢怠慢 择日 便为他们请了几位大荒内 最顶级的名医 静是你 救了她的命 小妖哑然失笑 只可惜 我俩都换了面目 她不知道你 就是救过她的青秋屠山井 井摇了摇头 我并没有救到她 那几位医师 为她诊断后 都束手无策 说她的病是先天而成 世间并无良方 就算用最好的药材 供养补着 最多也只能拖个五六十年 那 到现在可不止五六十年 一百多年都有了 这个院却不像身体有疾 似乎还很健硕 井 你不会认错人了吧 所以 刚开始我也觉得认错了 只是相像而已 井笑了笑 伸手拦腰抱起了小腰 走到床榻前放下 也不松手 就那么俯着身子 低垂着乌黑如星子的双眸 看着她 细长浓密的睫毛 在脸上映着两排好看的影子 既如此 你又为何说认识 小腰小心地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拨弄着她线长的睫毛 因为她自称信愿吗 井握住她的手 咧嘴笑了起来 嗨 你就不能好好说 小腰瞪了瞪 井 我想听 你就认真点 讲一讲吗 井点了一下小腰鼻子 笑着翻身 与她并排躺着 娓娓道来 那之后 一次偶然 我又见到鬼方墨西 顺便向她问起这个亲戚 这才知道了一些关于她的事情 她叫北院士安 家住青花浦 就是离我们这儿百多公里的青花浦 青花浦地处偏远 虽比青秋 赤水和纸意差了很多 却有着其一二风貌 是我们这方圆百公里最繁华热闹的大意 北院士是青花浦属一属二的大士族 又因鬼方式的青脉尤为是大 只可惜 整个家族哲系锦德义子 就是那个自幼有吉的北院士安 为了保住唯一的哲系血脉 北院士不惜花巨大的人力与财力辩访大荒为其医治 可惜都没有任何法子救治她的性命 无奈下 退而求其次 希望通过嫁娶为北院士留下香火延续 北院士与青浦姬氏定有婚约 说来也怪 姬氏竟也愿意履行婚约 把女儿嫁给命不久已的北院士安 传闻说 北院士安虽然身有尘科 却长得风流俊卷 貌比潘安 姬家女儿听听从小与知青梅竹马 早就情根深种 所以不惜后半生孤独其苦 也要嫁给她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北院士安自从迎娶听听后 那顽疾竟一天好过一天 十数年间 人静好的七七八八 跟常人无异 整个北院士为此如沐生机 欣喜不已 都觉得是听听给整个北院家族带来了福报与转机 只不过后来 他们又慢慢发现 听听不是以前坊间所传的那样貌美端庄 情话高超 真实的她容貌粗鄙 又不善打扮 更不怎么懂得人情世故 每每遇到各大士族聚会 都会沦为茶余饭后的笑柄 这让北院士颜面扫地 如果这些常能忍受 那几十年间 听听一无所出 没有为北院士诞下一儿伴女 便让整个士族对她生心不满 日渐苛薄 好在北院士安并不在乎这些 她对听听呵护如初 恩爱有加 从不搏待 这才让听听在整个家族中有了一席立足与尊宠 原来如此 小妖听得入了神 半嗓扑哧笑出声来 没有比这个听听还听听的听听了 你一定是因为这个听听 才确定她就是北院士安 青花谱的听听跟小妖想了想 道 怪不得 士安要带她去捉脚 她望着屋顶 用手拨弄着紧的六角 认真的说 士安这人 真好 小妖觉得 这是上定没有像士安那样 能坦然接受丁丁的美貌的男子了 而且 还愿意千里迢迢陪她去捉脚 那我呢 井笑咪咪的看着小妖 也好 小妖道 井凑近了些 也好 好好好 你更好 最好 极好 简直不要太太太好小妖说到最后 静渐渐低沉了乌夜声第二天一大早 天还未亮 院子里就响起说话的声音 叽叽喳喳 说得又快又急 一听就是听听 小妖走出去时 院与听听已经整束好准备告别 听听换掉了繁琐的长裙 穿了一件绿底香花束绣衫 外边不知为何又套了件金线滚边的桃色短褂 小妖想不明白 她为什么总喜欢把自己穿得五颜六色 嗨 婆婆 各位 我和夫君在这里打扰大家了 谢谢你们的留宿款待 看得出听听心情很好 一直笑着跟大家告别 她依旧涂着很白的脂粉 精心画了浓黑的眉 嘴吗 就不用多说了 搞得几个小孩从头到尾一直盯着她的脸看 小妖内心一直在搏斗 要不要告诉她装不能这么化 真的有点那个那个呀 愿恭恭敬敬的奉上银子 说着感谢的话 安婆婆没有收 却拿出一个包裹递给听听 婆婆做了些包子 你们带着路上吃 那林子从来没有人走透过 有娜娜什么脚便捉 没有就别直端端往里边走 其实女子美不美也不一定非得有脚 安婆婆盯着听听的脸 跟小妖一样活生生吞了后边的话 要不让左跟你们一块去 也有个照应 小妖着实为她俩担忧 愿立刻就谢绝了 听听也说 她只希望跟夫君一起去做这件事 这个你们带上 警教住院 从怀中掏出一个白色小瓷瓶 林中如若遇到瘴气 就放一粒含在舌下 怨证了证 犹豫了一下 伸手接过并道谢